我叫方清平 我爷爷叫方氏玉 自由市场的是监狱的玉 很多人哪出次见我 都认为我这个前额骨很特殊 像不像周口店原人头盖骨 我们家方太说了 不是抽搐烟机啊 方清平的太太 方太 方太说呀 说我的祖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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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爷爷 肯定是周口店原人 我就说嘛 我要能生活在原始社会 太爽了 天天吃烧烤 愿意在哪烤在哪烤 不可能说烤的一半 过来个原人把炉子给我抄走 三分熟五分熟 我想怎么吃怎么吃 甭担心致癌 原始社会没有养生专家 没人吓唬大伙 穿的也时尚啊 冬天穿皮草 虎儿豹儿 全是真货 原始社会没有高仿 原人不会造假 原人进化成人的标志就是 学会造假了 夏天穿的又凉快 又性感 又省钱又环保 甭不好意思 大伙都裸奔 谁也甭笑话谁 喜欢上哪个女原人了 给她快烤白薯 就跟你回山洞 那是真正的裸昏啊 你名下有几个山洞 你爹妈趁多少标签 不用考虑 只要俩人性别不一样就行 唯一的遗憾吧 就是这个原始人寿命太短 平均年龄不到14岁 没参加中考就腰折了 跟狗的寿命差不多 其实啊 猫狗 这些个小动物 很快乐 我就希望自己是一条鱼 鱼的记忆力只有七秒 不可能得抑郁症 两条鱼见面永远是那句话 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有一圈又碰上了 还得进 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这是永久性话题 我喜欢上这个美人鱼了 我媳妇刚要跟我吵架 吐一气泡 把这事忘了 继续跟我秀恩爱 要说起来啊 我跟动物有缘 为什么呢 是兽医给我接的生 您别乐 因为那个年头啊 交通不方便 我们家呢 离这医院又远 我妈要生了 我爸一着急 进家门口那兽医站了 汤大婶扔给驴接生了 我爸说上我们家看看去吧 我媳妇要生 汤大婶看了我爸一分钟 你娶什么呀 人给人接生您行吗 到我们家气泽喀喳 给我接生下来 大哥给您倒洗 咚的 还是生口 后来啊接完生 回到这个兽医站 在一瞧那小驴 好 没生出来憋死了 我爸爸说我这命是拿 驴命换的 所以现在人家问属性啊 我说自己属驴 而且我从来不吃驴肉火燥 驴皮恶椒啊 驴打滚都不吃 人得懂得感恩 我们小时候那个社会风气 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大街上有个老人摔倒了 一般人呢不敢服 我们小时候 到了六一这天 大街上的老太太就不够用 因为老师号召我们做好事 这帮孩子没创意 就知道扶老太太过马路 只要老太太往马路边一站 过来一帮孩子就给转马路那边去 那时候那老太太小脚 费挺大劲走回来 过来一帮孩子又给夹过去 老太太不走啊 赖着 俩孩子抄腿 给抬过去 老太太眼望着家门口 一天回不去 急得躺地也出风 这一会儿啊 三十多年过去了 现在这身体也不行了 找了一家兽医站 藏兽医疗站 大夫一看我这个化验单 这皱眉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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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听腿都软了 媳妇房子都八成心呢 这就归别人了 我太亏了 大夫还念叨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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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戴眼镜什么也看不见 你说这行业能大喘气吗 大夫又看了看我兵力啊 说我很严重 他看不了 得挂专家号 第二天花200块钱呢 挂一个专家号 推门一看 还是昨天的大夫 你进步都够快的 一晚上成专家了 大夫说我本来就是专家 昨天替别人值班 那你昨天给我看了多好啊 你得的是200块钱的病 昨天那号15块钱 昨天给你看医院亏185 又看了看我这发现单 什么事都没有 回家吧 你昨天不说很严重吗 大夫说很严重 专家说没事 也不知道到底听谁的 人家在这爱怎么着 怎么着吧 难怪这家医院呢 私利的没两天就给查封了 说到这个医院呢 我们家方泰啊 说了 说等到我的重重重重重重重 重孙的那辈啊 医学高度发达 那时候啊 每个人都到社区防疫站呢 注射一种疫苗 细胞超强再生 人长生不老 方泰说了 疫苗走医保 报销75% 那年头没有养老金了 超过两万岁 征收浪费地球资源税 也没有计划生育 一说了 禁止生育 你竟是来的没走的 地球成不下呀 那时候的最矮的楼房 两万层 下楼遛回狗 坐一个月电梯 一踢十万户 层层屏啊 你别认为长生不老是好事呢 两口子过好几万年了 那点悄悄话 说几十亿遍了 翻过来掉过去 说的人听的人都想吐 还不让生孩子 俩人在家干嘛 说离婚再找一个吧 禁止生育 没有新人 身边的熟人都找过两轮了 实在没辙了 上医院 要求大夫 您弄死我得了 我真活腻了 大夫挺为难 哎呀 弄死你细胞超强再生 你还得活过来啊 我是无能为力了 你看看中医吧 到中医院一瞧啊 活腻了的人太多 现在挂号 二百五十年之后才能看上 等不了啊 从号饭的时候 你买一高价号 老中医给号了号卖 你没病啊 是没病 我是来找死的 那给你开两盒 伸腿瞪眼完吧 这可是自费药 行 只要能吃死人 花多少钱都值 你吃着看吧 真吃死了呢 也别高兴 万一两盒都吃完了 还没咽气呢 也别满用啊 病人给老中医鞠躬 真吃死了 我给你送锦旗来 从医院出来一琢磨 这药肯定不灵 真能吃死人 这老中医还活着 早把自己吃死了 那时候啊 每个人都活得灰心丧气 只有我方兴平的粉丝 还有活下去的目标 大伙坚信 只要长生不老 就能等到方兴平出名的那一切 当然了 长生不老是人类美好的梦想 人生短暂 来去匆匆 高高兴兴是一辈子 愁眉苦脸也是一辈子 您不如多听听方兴平的脱口秀 开心 一辈子 关于方兴平最新的相声视频 我们做了个微信公众号 您用微信添加公众号 方兴平这三个汉字 或者输入PID 方兴平666 就可以关注到 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方兴平的相声视频 音频 综艺节目以及您没看到过的关于方兴平的一切视频 您只需要用微信添加公众号 方兴平 我在这里等你哦